基隆港西岸港区的囚子山灯塔 已经开放民众参观 成为基隆市新兴热门的爬山 散步观光景点 但是因为还欠缺相关配套设施 因此基隆市议员施伟政 特立联合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邀及包括交通部 航港局北部航务中心 基隆市政府独发处 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北区基隆办事处 中山区公所以及和平里长张和妹 等相关单位人员一起会刊 希望可以尽快规划 增设以及改善相关设施 求宰山这边 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过了 因为规划了好几年了 现在就是说六日都一大堆的人 这个路下雨天很滑 希望说把它布道做好 门面路口的地方 就是路口可以做个广场 大家来就在这边集合进去 上面现在是有 阿兵哥那边有两栋房子 现在有一栋是我们市府街的 它现在拆掉了 拆掉了以后最好是能做我们社区的活动中心 我们也发现在修山灯塔这边的布道 以及后面的景观平台 还有古的炮台移植 这些地方都期待 基隆市政府以及有关单位能够再次的重视 而且能够易住资金进来做一些修复 另外呢就是当我们在攀爬景观平台 以及灯塔的过程中 发现它的布道阶梯旁边会有一些 预留的栏杆孔位 但是这些栏杆却没有办法试做完毕 所以也希望基隆市政府能够将这个计划完成 让这些本来就应该存在的栏杆以及安全设施 能够更加的完善 那接着呢最后就希望说 能够在这儿 球子山灯塔附近 是不是能够找一处适合辟件公厕以及导览中心 让游客来到现场 以及我们解说人员来到现场 能够让球子山灯塔的观光的功能更加的健全 市委政议员 特别邀请我 还有我们河妹里长 还有我们小庄 大家一起来看这个球子山灯塔 那我想我们西岸的一些观光发展 也就是说我们 我的想象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基隆的美 大家现在看到我们站在这个观景平台上 用这个西岸的角度看整个基隆港 我想这个是世界卷无其用的景色 就像我上次在石球岭说的一样 那边是东侧这边西侧 我想我们的环山步道做起来的重要性 其实我觉得未来应该要求市政府纳入一个施政目标 那我们西岸的整体发展 过去有基隆港相关的非常多的历史 包含祖港纪念碑啊 还有这个防空洞等等 我们有很多炮台的历史炮台的文化 其实我们的深度跟广度是非常够的 那就看我们政府如何来规划 我想这不应该只有单一局处 来做一些相关的整合 然后我们应该用跨局处的平台 相关单位包含航港局 中央的一些相关 还有军事设施的单位 大家共同来努力把这个步道做起来以外 还可以把这个整个廊带做出来 让大家都可以用一个比较完整的空间可以看 不会说它只上来 它只看了风景 那没有其他的设施 那我们现在伟政议员 还有我们像河美里长小庄 大家要求的是我们的基础设施 我想这也很重要 然后基础的安全设施 我们第一步先来做 未来我们会逐步的让政策的方向 走在这个 让西安有更多的资源 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观光廊带做起来以外 环山步道 也让大家可以看见我们基隆的特色 这是我们未来的市政重要目标 而针对求止山灯塔步道路口部分 基隆市政府都发出指出 去年度已经编列1200万元预算 将进行步道路口相关设计及路面跑铺 栏杆的部分也会进行相关改善 让游客行走更舒适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